一整排的傳統宿舍 帶起園區內滿滿的懷舊氛圍 很難想像 在高雄市亞洲新灣區內 竟然還有一片充滿文創 又具備地方文史 經濟發展意義的場域 而這裡正是台塑創辦人 王勇慶和王勇在兩兄弟 從高雄崛起 進而布局全世界的KIGETSU 前台塑南亞塑膠廠 工程升退後 在2023年4月對外開放 華麗轉型為高雄所作工業遺址公園 高雄廠是台塑KIGETSU 見證高雄從重工業到觀光城市的面簽 1954年兩位超辦人在高雄開啟台塑企業 以高雄的緣分 我們歡迎我們各位觀眾 可以多多來昆仲公園 來參觀、來佐春 昆仲公園是在我們西施甲工業區 裡面有一個工業遺址 收專業的 以台塑的基礎處 在民國46年 建築 經過60幾年的運轉 隨著我們 都市的發展和經濟的行動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西施甲工業區 都轉型成為 我們的 亞洲新灣區 我們台塑高雄廠 也轉變成為一個 昆仲公園 一草一木一磚牆 一戶一門一煙囪 都還不足以形容 王室昆仲公園的特色 在喧鬧的市區中 漫步悠閒的走入時光軌道 感受上個世代 台灣經營之神 王永慶和王永哉 那段在舊工業時期中 和員工一起奮鬥打拼的歷史痕跡 宿舍場區原址雖然經過翻修 但依然保存日式建築風貌 屋梁上的檜木 依舊散發濃郁的香氣 房間內木造櫥櫃和大通鋪 不是完整復刻 而是全貌全樣保存至今 展示在大眾眼前 那些建築物 那個外觀外貌 我們都把它保留下來 有些一些以前的生產設備 我們也把它放到 所謂的塑膠產業館裡頭 來展示我們台灣的 早年的第一部的一個 塑膠生產的一個設備 那我們也有漂亮的公園 以及文化資產的一個修復 內容可以說 昆仲公園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希望 所以我們高雄市民 我們多多來利用 我們在這種條件之下 還可以就是換產業還更快 拿起話筒 可以專線直播 抬出創辦人王永慶 生前勉勵企業員工的聲音外 一旁的工廠設備展示區 還有當初最早第一套的生產設備 以及製造出來的零號膠布 園區多功能的規劃 讓遊客不僅可以近距離觀賞 而且園區才免費入園 也吸引外縣市民眾 莫名前來參觀 我是台北來的 然後因為前幾天我看到網路上有 就是有報導這個新的地方 然後感覺很文青 對 所以我想來這邊逛逛 知道這邊是台塑集團的 目前覺得就是街道走起來都很舒服乾淨 然後每間店都很有特色 古色古香的 創辦人故居在這裡舉家來住了10年 在這裡蹲點10年 所以是一開始是非常的艱辛的 那網友慶創辦人 他每個禮拜就要坐夜車攔下 也就是在那個故居裡頭 宿舍裡頭晚上坐夜車 白天就在這裡休息一下 就馬上要看工廠 昆仲公園王執行長提到 園區內有多家文創特色店家 假日期間也有貨外市集 歡迎大小朋友的歷齡 另外也建議團體遊客 可以先上網預約參觀時間 園區會安排導覽人員進行解說 同時會不定期開啟神秘時光廊道 讓參觀民眾感受台塑創辦人的智慧 說不定台灣也將能出現下一世代的靜音之神 記者李佳龍高雄報導